字幕提供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不用打幾個小時的電話 有些人很暴躁的 一打電話沒人聽就 政府無能,特首昏庸,高官無恥 醫管局可恥,衛生署可恥,食環署可恥 不要這樣 社會不是這樣的 大家幫幫忙吧 好嗎? 大家愛護社會 你想社會好的 做得不好的事情,大家幫幫忙 好嗎? 幫幫忙 好一點 Julie Ham說 夠大聲一出去罵一罵就要車來 所以養成刁民更刁 其實這些是很麻煩的事 我看到是很不開心的 人們在那裡吵,政府做得很差 很鼓噪 但是有些資訊 我覺得政府的公佈 其實是要靠大家幫忙傳出去的 你 聽了政府的資訊 有些人聽不到 或者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些不知道些 但是希望大家 現在都是告訴大家 盡量都是去那個網站 登記 好嗎? 空威師說 我也一直知道 因為電話打不通 現在可以上報 所以我當時也第一時間可以上網 我也有說到可以上網 其實我也知道可以上網 然後他就說 不是要拿到樽仔才行 然後不是 情況不是這樣 所以 一定要說清楚 現在有些人 是不斷煽動 香港人 對特區政府是有叛離的 嚴格來說是犯國安法的 到現在也是 真的 他煽動那些不滿和叛離 他是專程這樣的 絕對是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這些陰謀 陰謀 陰謀 陰謀很多 陰謀很多 因為較早之前 海關又出了聲 有一些 沒有藥房賣的 沒有香港註冊的 有些蓮花清溫 香港沒有註冊的蓮花清溫 你在藥房賣 老實實 不是那麼好 而且有一隻蓮花清溫 是有蓮子有草花頭的 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 你在香港買 嚴格來說 是不太行的 你代購朋友之間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店鋪賣這兩隻 老實實 本身都不是很適合的東西 你說找到貨回來 你要散貨 但是 你散有草花頭的蓮花清溫 其實是否適合 不適合 是不是有點不妥 因為蓮花清溫是沒有草花頭的 不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算我們也 差點就出事了 因為看到一些事情 有網友出來說 我很多時候是語音的 留微信 語音再輸入文字 我也沒有留意 蓮花清溫寫了草花頭的蓮 特地選一個沒有草花頭的蓮 來做藥名 因為裡面是蓮橋 蓮橋和銀花 所以蓮橋的話 他一定是沒有草花頭的 沒有草花頭是對的 但是回覆他的機 即是食環處做事 去藥房 就被人說是背後插刀 或者是賤到無論 其實食環處是依法做事的 很簡單的說 有問題的那兩隻藥 其中一隻是有草花頭的 食環處做正確的事情 竟然又被人罵 是罵什麼呢 中央援助香港二十萬 福建省援助十萬蓮花清溫 雪中送炭 食環處就搜一些藥房 搜一些蓮花清溫出來 送回去食環處燒毀 背後插刀 你看這些人說什麼 其實 特區政府就依法做的了 依法施政 是不是 你賣那些包裝不太妥的那些 食環處一定是依法做的 是不是 如果你朋友之間 在內地進貨回來 然後代購 大家分一批 那些就沒事 我覺得你不是公開放在藥房裡賣 你放在藥房裡賣 當然要跟規矩 對嗎 你不賣假貨 海關也會捉 是不是 對嗎 現在就在這裡 把矛頭有指向食環 如果捉有問題 這些海關也會捉 是不是 好了 明賽就說 大陸正版的問題是 平衡水貨 但是 這個問題也是 就是 這個是牽涉到 那個中藥註冊的問題 香港是有中藥註冊制度 中承藥註冊制度 應該這樣說 這件事是中承藥業界爭取回來的 整個有規範 有一套東西在這裡 老實實 大家跟隨這個規矩做吧 如果 中央援助的 當然是不算 中央援助是不收錢的 不收錢就是不是賣 不是賣 它送什麼版本都沒有問題 對嗎 對 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是賣的 不是針對某一種藥 是針對你賣假的 疑似假的 因為都不知道你什麼 是不是 現在有些人在說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打仗特殊事 蓮花清溫是救命藥來的 香港很多確診者居家隔離 奇缺這個藥 食環處這個行為可恥 這樣 很離譜 其實這些帖子 是賤到不得了 又是煽惑 香港人 去對特區政府不滿 和伴離 這些人是 賤到不得了 真是 唉 真是離譜 那麥露仁他就說 社長 我也是自己開車去築高灣接女和外宣 都看到的士接客 是那些人死都要政府安排車車 這個就是何君堯搞出來的 那麥露仁他就不少 我得他不少 是多得他不少 是多得他不少 是吧 有時候真的生氣得不得了 那ELC就說是藥 如果有假 可能會吃死人 如果出了事 又不是食環處這種行為可恥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不盡責去查 這樣 他怎樣說食環處呢 又是信了那些藍營KOL 那時候就說藍營KOL做什麽 藍營KOL 是說食環處 是去拆國旗 知不知道 食環處去拆國旗 國旗怎麼那麼拆 但是那時候其實已經闢謠了 不是食環處說要拆的 是警察說要拆國旗 你知國旗阻礙住交通 為什麼 因為國旗亂插不插 現在那些謠言 做到一件事 根本就是引發大家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根本都沒有停過 其實那時候我們也澄清過 那時候發生的事 其實就是因為國旗插在路中心 阻礙住交通 有危險性 而且你知國旗是拆不穩的 你們這些人是亂來的 可惡到不得了 他現在還說 由於2020年10月1日拆國旗事件一樣 令人心寒和悲憤 哈哈哈哈 即是他們那些人做搖 是做到不得了 他們那些人是離譜 龍眼妹就說 謠言比病毒更可怕 Stephanie Wong說 拿著國旗扮外國 要大了 有些人是這樣的 還要把一些問題推向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其實有責任保障交通安全 而那些國旗是警察叫人去做的 警察叫路政的人去處理的 離譜 那那些人還在說謊 是啊 那些人還在說謊 當然 因為信德 在Facebook報道不斷地傳 是離譜得不得了 哈哈 不斷地造謠 不斷造謠 這些人都離譜 是可惡之極 你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還在做這些謠 還有一些關於醫護 又說人家是黑醫護 那些造謠媒體 造謠頻道 你什麼時候才肯收手呢 平時造謠都算 這個時候 現在面對疫情都還要做黑醫護的謠 做醫護的謠 醫護是黑醫護 是非不分到不得了 MHK0030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記憶就會知道 那些國人在路中間隨風轉 因為影響交通安全 是警察要求拆走的 當時是 現在就屈下去 食環那裡 根本都不關食環市的 其實是 不關食環市的 不關食環市的 是老屈的 他們那些藍營似的 全部都有說這件事的 食環本身對公眾的形象 並不是很好的 有時候食環就是 拉婆婆的街邊當 很慘 經常都有些不少的衝突 過往來說 那就對了 又可以做食環一鑊 又乘機又可以做政府一鑊 這班傢伙呢 狗蛋中的狗蛋 只能說 所以有些謠言 真的要 十分要注意 有時候這些謠言 看起來好像都不是謠言 但是其實就 不停地傳 很多人就 真的很慘 現在黃藍熱華都是反政府 沒錯 Ava Child你真的說得非常對 其實兩邊都是可惡到不得了 其實兩邊都是 我跟你說 還沒停過 到現在都不停 他們是 現在你們都懂得說 正在打仗 現在政府正在打仗 全部都在抽特區政府後腿 又說醫管局可恥 又說衛生署可恥 又說食環署可恥 因為同一個版本 他們針對不同的政府部門 就說 人民至上的觀念 衛生署的官員 有些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的觀念 都不會在這個特殊時期 去展開清茶 蓮花 清溫 膠囊的專項行動 你怎麼傻 這件事 現在有假藥 疑似是 吃了假藥 那些市民 是不是 現在有草花頭的蓮花 大哥 你怎麼傻 胡說 唉 有時候真是很辛苦 事事都要解釋 真的很累 肥貝媽 是啊 我也覺得是 我看到這些事情 是生氣得爆料 你們這些人 又自己愛國愛港 愛國愛港 不是應該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嗎 反對特區政府 他們是這樣的 我們愛國愛港 但反對特區政府 什麼 不是什麼 他的態度是這樣的 實際上 這些人是賤到不得了 我的看法就是賤到不得了 還有 佐特就說有國旗法 正常是要申請 這些人純粹搞 這個民族主義 其實問題就是 你要掛國旗 你要在公路上面掛 或者道路上面掛 你要申請的 還有你不阻礙交通才行 因為 做路的一件事 做路的人就會知道 有一件事叫視角距離 叫Sight Distance 你要足夠的視角距離 才能確保路上的行車安全 你知道國旗是一條路中心 這樣 不斷轉 不斷轉 你就能阻礙到駕駛人 有意外的時候 是不是要找你們去找數 現在就屈了在食環署那裡 食環署找數 這些人 真是可恥做不得了 Candy Wong又是邦向闢謠 不闢謠沒有人知道 吃死貓沒有人明白 就算我們闢謠也沒有人知道 我告訴你 我去闢謠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難搞 Candy Law就說 作日文建聯聯署要求特首豁免內地認可的忠誠 哎呀這個 真的不要 不要搞了 這個時候搞什麼 哎呀真的 有什麼意義呢 有聯署 他們最喜歡玩聯署的 有什麼要反應 就是議會談 喜歡搞聯署 找人簽一下 抓憑結黨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為什麼呢 有些藥房老闆 他說要求可以賣這些 他拿到貨回來可以賣 給我買吧 給我拿去賣 給我拿貨去賣 對呀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是民建聯 你真的是幫市民 你就買些回來派 派的話 很坦白說 你買些 內地認可的忠誠藥去派 派 派 沒有人揍你 你派 還可以怎麼賺 這些錢都要省 頂它 你朋友送藥 送內地忠誠藥 可以嗎 當然可以 可以 絕對可以 朋友之間的愧贈 愧贈 你賣當然有另外一個法律 對不對 你送給別人的當然是不同 中聯辦送給我們的當然是不一樣 國家送給我們的當然是不同 喬慕辦送的 說真的 有些地方都是犯法的 但是香港也不犯法 送的 送會不會去執法 當然不會 送又不能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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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又不是賣 對不對 出業說 拆國旗這件事已經在2020年 他們還撩出來 他們有一幫人是撩的 那時候巴士會挎到國旗 其實嚴格來說 你對國旗在那裡 你也可能犯了國旗法 巴士司機 挖到國旗又是犯國旗法 又犯法 你還在罵 沒有人告你們 就算你們撿到了 還有 那時候在深水埗掛一些旗子 又是犯法的 那些旗子尺寸 國旗和區旗 不適合尺寸 一樣大的 人家那些黑暴區議員 都知道你們犯法 你們這些旗子的人都不知道 有幫人 真是立了撒到不堪 你說自己愛國 愛什麼國 在那裡亂搞 你這麼醜 你究竟不是賭米 人家看見 為什麼愛國愛港的愛國者 這麼白癡 不如還是不要貼上去 搞到那些人都不愛國了 其實就是 你現在要特首緊急發豁免 這些也是傻的 如果豁免了之後 如果豁免了之後 有人吃了忠誠藥 出了什麼事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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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豁免他 當初 我不知道 文娟聯叫我這樣做 文娟聯不會幫你揹襪的 就是這些 我就是說 這幫人根本就是 根本都不搞清楚這件事 你民建聯派就派 你的事 就是你陳恒斌派了內地板 派了內地板 就派了內地板 沒問題 你就出來說 我派了內地板沒問題 你不要要特區政府豁免 你們都要負責任 是不是 你自己解決就行 你送給選民也好 送給居民也好 你送就能解決 是不是 你不賣就可以 要搞多些事情 真麻煩 這些 如果說送給人 吃了出事 那你就自己負責 對不對 對不對 做什麼要特區政府豁免 做完無聊的事情 有時候看見真的生氣得不得了 Ada36chan就說 可以放情報已感染新冠的網站出來 我已經放在我的Facebook那裡 有些人都點了讚的 其實再寫多一次給你聽 那就是 www.chp.gov.hk 斜一斜 cdpi 斜一斜 那CK就說 政府資訊混亂 因為正確資訊無法輸出 政府可以考慮用根根法 要求 每個人用大器電波傳媒 將正確資訊傳給公眾 電視台用crawler不停播 電台每小時報導 好讓大家收到正確資訊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 是這樣的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媒體 很多都是私人媒體 對 你不可以用緊急迫他們去做 你有公家媒體的 公家媒體已經正在播 而且你有公家媒體 這個問題是 所以沒有辦法 Gloria Kroc就說 難道非常時期 等於無政府狀態 由得KOL政治講 由得疑似假藥在市面 萬一出事 就是政府不執法無能 其實 現在有一群人 就是不斷拿一些偽議題出來 根本就是 設定屁股架去害特區政府 這些真的太離譜了 不停地做 不停地製造話題出來 他們刻意地製造話題 不是特區政府想做 想他們這樣做 要知道 也不是特區政府無能 是有些壞蛋 在搞局 是那群壞蛋搞局 是啊 C Jojo 假建制 經常罵政府 被豁免做正事的工種 但自己經常叫政府豁免這樣 豁免那樣 其實他們很麻煩 他們是衰到不得了 這個很慘 現在香港是 給這群人玩謝 我的看法就是 而且 他們 還要 掛著一支旗 就是說 中聯辦叫我這樣做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中聯辦叫他們這樣做 但是他就說中聯辦 他說而已 我們那些信息都在中聯辦的媒體上出來了 這麼大的 是嗎 所以你說怎麼搞 所以就很難搞 那就是 汪祖祖說 因為政府豁免了 連花的青君出事 而政府要餵 其實 不是這麼合適的 你派還派 你不要叫政府豁免你派的那些藥 坦白說 國內忠誠藥 你相信的人就會買來吃的 其實一向都有的 過關也不犯法的 我自己上內地也會去買的 其實就是 但是有些人就不相信這件事情 你要明白這件事情 你只要自己 你要衡量一下你拿出來的建議 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而且做了是不會添煩添亂的 你現在那些政棍就不是 你政府死了 你政府的事 最重要是我拿彩 最重要是我有榮無辱 你政府就有辱無榮 這不太適合 Toracef說港台32已經24消息提供 政府要做的就做了 所以我就說 他們那些媒體根本都不想香港好的 有一班人是 你自己看到的 尤其是那些賣6元記者 他問什麼 有個記者昨天 阿福你的飛機AM730 這個再要拿這個混蛋記者 他說 如果剪不了頭髮 會不會構成衛生問題 你不洗頭就會構成衛生問題 神經病 長頭髮有什麼問題 長頭髮都很乾淨 你不洗頭就有問題 白痴 剪不了頭髮會有衛生問題 你問這些問題 這個人真的要打屁股 如果我兒子問這些問題 我兒子會打屁股 你會洗頭的 你不洗頭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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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衛生問題 超低男 超搞笑 唉 什麼人 這些 真是可惡 我也打回地址上來 免得有人說我不做事 我已經說了 待會也要打回來了 現在打回來了 讓我讀一下留言 先看看 空威斯就說 01已經把社長的網址登了出來 根本就是可以上網 抱著打什麼電話 人家就不懂 你問他拿身分證號碼 都看他報了 MHK0030 就說拉出去斬 我也想 小茶就說 他是不是覺得長毛好糟 可能是 長毛也洗頭 他用洗頭水 大佬 衛生問題 這樣都說得出 真的 笑死 嘉嘉珠 嘩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怕出事 就不要派了 是這樣的 很猛 就是這樣的 就是 藥房賣假藥 會有海關查封 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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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都會出手 但你留意一下 他們的論述 全部不會針對海關的 他們已經覺得 他們才是 是控制到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是聽他藍營友說的 是啊 我們參警 奇藤古部門的人 就是壞人 只有紀律部隊才是好人 好人 是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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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神經病 MHK0030 每個長髮尾女都有衛生問題 神經病 是神經病 是神經病 哈哈 不剪頭髮會有頭膝 你剪頭髮也會有頭膝 神經病 如果有頭膝的話 一樣都會有 哈哈 哈哈 如果有衛生問題 唉 唉 很麻煩 他不相信 不停製造笑話 是啊 這個真的有點傻 不是這樣的事情 很多女人都長髮 Hillary Wong 你長髮會有衛生問題 即是不剪頭髮會有衛生問題 每個長髮的女人都有衛生問題 哈哈 神經病 你問這樣的事情 哎 哈佬華可能沒事了 哈哈 傻傻的 你問得出這些問題 都知道有些智能是極高 即是叫做交B 這些真的叫做 交B 哈哈 哈哈 傻傻的 有時候看到也會生氣 你們聽到也會生氣 我也是 忽上腦 那些人 是忽上腦 是啊 那麼 龍眼妹就說 我的頭髮長過腰 一樣瘦髮美麗乾淨 你看龍眼妹都不像頭髮 哈哈 一樣沒事 傻傻的 那麼 Channader就說 香港問題多羅羅 尤其那些KOL議員每天製造問題 即是他沒有問題都不行 每天都要製造一些新問題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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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不停地解僱一下 他們 哈哈 每天都停過的 你看過那些藍營狗蛋的視頻就知道 你看到也會吐血 哈哈 是啊 我都吐血了 看見我都吐血了 真的 看到也真是傻 你們這些傻傻搞什麼 不要這樣 好不好 給一下面子 現在你們都會說 你們這些傻傻都會說 抗疫嘛 是不是 在打仗嘛 你們這些傻傻 根本在拖特區政府後腿 然後自己就說 特區政府在拖抗疫後腿 但是你們這些傻傻就不斷拖特區政府後腿 特區政府才是在做事 你們這些傻傻傻 你們這些傻傻傻 你唱衰別人 唱衰別人才是閒陣 好像陳茂波出了一個新的財政議宣案 派錢 那藍營說什麼 哇陳茂波你這麼闊 當然是想選特首啦 那誰說呢 哈哈 誰這麼說 四方果 四方果是靜陷家產 他自己又說自己成功爭取 是啊 他自己又說成功爭取 哈哈 他想選特首啦 是不是啊 四方果 如果四方果做特首就慘了 立刻逃離香港 即是立刻換護照 即是我現在也是特區護照 立刻不做香港人 如果四方果做特首 這樣就不用 我會啊 我先說了 真的 這顆四方果 你看到他心胸狹窄 你這樣說 他不會依法治港 這些人 如果他做特首 這個超級八婆 都想不到 真的 撐他不順 算了 Aver Chow 就說學光頭肌 那夠衛生 光頭肌也有些油脂 有些回光反照 你明白嗎 哈哈哈哈 都不要說了 會被罵 你看看他有些回光反照 可以光到照鏡 可以反照 可以反照 是啊 是啊 Mandy Leung 就說 四方果 不需要選特首 他現在都夠特 還有夠醜 夠特 又夠醜 哈哈哈哈 這個角位很突出 是啊 Anyway 不要說了 好 Bernanda Lillian 就說何律師 內地人很多人支持 內地人還記住反黑暴 不知道他們現在在拖延政府後隊 其實有很多人都知道 已經知道了 自從他那單 衝鋒車那單已經知道 已經知道 是的 很多人腐皮的 他這樣說話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那麼 這個 龍眼妹就說 原來三千八國選特首 他一定有獎 哈哈 是 好了 是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因為我要打電話 有個客人打來 我要回覆他 好 剛才我也有些事情要做 快點見 正向下午茶再見 好嗎 就是這樣 拜拜